繼續來看到經營方面的消息 剛在台南七新亞庫的失敗老伯 日前騎機車載到四、五歲的十五孫 外出七頭順不記得回家的路 一路騎到家族 再騎到家族館海庫的遺跌鄉 整個月在外面漂流不知道氣象 家裡的人很著急 向當地派出所報警騎孫 並且大部分在台南七新亞的網路下滾 加做整個月都出動四街找人 各議官警察局部隊分局議立聯合所 今晚王九孫 王淳 今天到163三公路議立大順路 發現一名老伯騎機車 早前載一名四個十五孫 行車有一點油不穩 環境在外面全都觀察 王九孫看到四個十五孫跟老伯的臉 以及年紀時 想到在網路看到新亞社群的臉書 今天晚上十幾有名獎大出孫人欺書 很像相片當中的祖孫 當下手機子就忙在家裡 發現大部分所說的老伯 機車的食跟車牌的購物都對著 因為我前一天剛好在 就是我們寧靜的社團 我是吸引人裡面 然後有看到 就是 他小孩的母親有PO說 他的小孩跟阿咒走私了 然後他有PO小孩的照片 然後我覺得這個小孩 長得很像那個照片裡面那個小朋友 所以我就馬上就在查證一下 結果發現真的是那個小朋友 然後也是他所說的那部車輛這樣 那阿咒有說他出來是要幹嘛 從幾點到幾點就在外面這樣子 他一開始是說他要帶他的徵孫 去找他的兒子 就是這個徵孫的阿咒 因為他說他住院 然後他去探望他們 如果探望之後就不知道怎麼回家 然後就亂走 就是騎了一整天這樣 環境先後上祖孫仔兩人 回二地婚住所 並且提供一個印尖心 再用M-Police行動電腦查訊客人 跟書記報報告 祖孫仔失蹤十幾點鐘以來 家族全部都北架買睡 一直感謝金鳳 急時找回 最近新聞 朱萊欣 家旗官 蔡宏伯登 我先去ken去 比應 我們先去 天賊